2012台湾跑水节八宝寸传奇 10日上午在二水乡林先生庙及八宝寸登场 举行感恩祭祈福开幕仪式 寸头祭及感恩跑水体验 县长主播员副县长林田富 三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处长吴主治 彰化农田水利会总干事林永传 立法委员魏明谷 县议员洪丽娜 萧淑芬 萧延青 二水乡长许文耀 及多位县府主管及地方士生和社团代表与会 一同下到八宝寸 体验跑水这项独特的在地文化活动 朋友我们大专院校的同学来参与 这是结合老中青 动态结合静态 传统融合现代 我们发扬我们传统的饮水思源 吃过去拜仇头的精神 水是生命的源头 我们八宝郡的传奇呢 就是我们清朝时期 台湾中部的开拓史 一篇让大家值得怀念 值得透过这个跑水呢 来将仙人的精神发扬光大 我们一起来爱护我们的乡土 一起来守护家园 一起来发扬爱水的精神 这是每年 11月 第2个星期 都会基盘的一个民宿的花团 所以主要这些花团呢 这些花团的三聘 这么好的三聘 这个今天是我们一年一度的 一个跑水节 就是因为祭奠我们这个八宝郡 开早这个仙人 就是那个林先生 还有四四榜的先生 为了祭奠我们这个仙人 所以拓地 我们今天来举办跑水节 祭奠我们的仙人 我们是要把我们八宝郡的传奇 传承下去 那在这边很高兴每年都参加 我们也希望我们各界的好朋友 都能够来跟我们一起共襄盛局 卓县长表示 俗话说饮水思源 八宝郡是彰化的母亲河 更是重要水利设施 也是台湾早期最大的批准工程 每年11月 二水八宝郡都会举办跑水节活动 希望让民众感受 鲜明开垦拓荒的辛劳 进而更能惜福知福 同时八宝郡见学之旅 则不仅提供民众亲身参与跑水节活动 同时体验活动好玩好吃的行程 让民众更认识彰化 深入了解八宝寸流域乡镇 体验农村在地文化 公益频道张华允 二水采访报导